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家长在准备饭菜的时候要注意荤素搭配 注意色香味 并且随着不同的季节要做不同的饭菜 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的食欲 那么孩子的运动有助于增加孩子的胃口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注意对孩子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训练 那么就是家长要做好一个鼓励和示范 特别是在进餐的时候 不要说哪些菜不好吃 以免对孩子的心目中直接造成一个反感 如果家长能够做到以上几条 孩子的胃口大多也会慢慢好转到 必要的时候可以带去找医生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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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